不了了,再远,那还能有WIP信号吗? 哎,你们说,现在老爷们多难啊 我就藏了点四方钱 这不,我媳妇给我撵出来了 这刚搬新了,就给我轰出来了 你说这要让邻居看见了,我多丢脸啊 你给我出去,关,关,关 你给我,让我进去呗 大哥,我这隔壁刚搬过来的 我钥匙帮带来,能到你家坐会儿吗? 不是我,这什么情况你看不出来吗? 就你这个智商,你让你媳妇撵出来了,你都该啊 你怎么做,我让我媳妇撵出来了呢? 惊艳 你别看我岁数小,但是哥我接温早 这老婆 我告诉你 年轻人,我送你四句真言 结婚一年,你藏钱,就得在楼道里边装可怜 结婚三年,你藏钱,就得像哥这样装备权 是不是藏钱了? 太神了吧你,快神我藏钱了 哎大哥,那你刚才说那装备权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没懂,过来看 这是啥?酸菜缸? 表面是酸菜缸,但是那东西可是杠杠的 啥呀?啥?楼道里这么冷,你不得穿件棉袄吗? 你说啊,怪上你这回不去了,你不得整个椅子吗?是不是?楼道灯这么老亮,你不得戴个眼罩吗?你说半夜外衣要是饿了? 你不得上个祸口吗? 哎,来,来来来来 大哥,大哥,大哥,来来 你这这么厉害,你教我两招呗 教你两招,我们楼道这个门派的功夫都不爱穿 我吧,也是跟我师父学的 我还不爱穿? 哎,大哥要不这样,我拜你个师呗,你不就能教我了吗? 请求徒儿一拜,好不好? 你先请这点 我不是不教你,只是说呢,你刚结婚,你还有个选择 你不像我,没得选咯 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你进到这个门里,以后委屈求全,工资跃跃上交 要么,以后就跟着我,在这楼道里面,浪迹天涯 你管啥呀? 我师父就这么教的我呀 那行,那我就好好考虑考虑 那你考虑吧 我考虑好了 那你考虑挺快呀 那还行吗? 快吗?快呀 哎,干嘛怎么样? 师父,我决定跟你在这楼道里浪迹天涯 快呀 我师父这么教我呢 有天赋 是吗? 师父,来来 我看你那后面 那刚里有个档子,你自己拿 我还看着后面有酒了,能整两口吗? 那你一整就整呗 哎呀,师父,你这太厉害了,啥都有啊 师父 我第一次跟您喝酒啊 敬您一个 哎呀 挺冲啊 师父 来 来 师父 干 走 哎 哎,师父 问你个事儿 说 你说你这装备这么全 你这一年得给你撵回多少回 嘿呀 我炫耀得跟你说 一年待撵不撵,三百来回吧 哎呀,大哥 那这,赶近一年你这家没怎么住过呀 谁说的 有时候过节也回家住两天 那咱们怎么回事啊,这整个走廊你家不换玩啊 那不废话嘛 这工摊 你说你家面酒 你要不住,不吃鬼啊 哎呀,大哥 你这太能算计了你 哎呀,天 怎么嘞 这就叫能算计了 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这楼道里 都开始干副业了 啥副业啊 副食品行业 就副食品这一块 我都给垄断了 你咋回来 怎么发张 看见没 找我没 喂 啊 八楼张哥啊 啊 你也撵出来了 三瓶啤酒一袋瓜子 我这喝酒呢 我送不上去 你下来拿一汤 啊 啊 你下不来 跪着呢 啊 那你跪着吧 我送不上去 挂了啊 小钱都乖 就躺了就把钱收 看见这个门儿 这个门儿里头 就是我师父 哎呦 不过他轻易一年半载也不出来 你也看不见他 知道为啥不 离了 什么离了呀 他现在让我师娘伺候的 那是舒舒服服的 请一看不见咯 哎呀 不能再带着我们浪迹天涯了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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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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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媳妇的声音 师父 可算看见你了 靠图儿 快快醒醒 靠图儿 出息了 出息了 你都送福利了 哎 师父 你这么知道我收徒对吧 哈哈哈哈 威师在这门儿里都听见了 这不 他就是小徒孙吧 小人啊 大哥好 什么大哥呀 那是我师父 你得叫师爷 我 师爷好 好孩子 好孩子 师父 平日里也见不得你出来 这一年半载子都看不见你 怎么今天我师娘放出来了 这不是为了见我的小徒孙吗 特意在我媳妇那找了个理由 我这不就出来了吗 啊 你教教我吧 让我们学学 来 刚刚啊 我跟我师父正对账 我故意有两百块钱对不上账 这不就他把我赶出来了吗 你师父我厉害吗 我师父太厉害了 还得是我师父 那是 得了吧 师爷 说半天这不还让我师奶赶出来的吗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啊 对师爷的能力有所怀疑呗 我还能进去你信不信 不信 怎么能不信呢 你看着 媳妇啊 看见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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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对你师爷产生怀疑呢 这是 我就看看能不能来去自如 怎么不能 师父 师父 哎 媳妇 我把门给你带着啊 你师爷 你师爷刚刚我进去没 嗯 我是不是就出来了啊 是不是来去自如啊 是 对我的能力还欢迎不 不欢迎啊 我厉害不 厉害 那你这怎么做到的啊 怎么做到的啊 来 告诉你们俩啊 来 嘿嘿嘿嘿 刚刚啊 哦 我进去我就跟我媳妇说 嗯 我说我能不能不在外边站着了 我到里边跪着 我问他行不 他说不行 我就出来了 怎么样啊 你师父我厉害不 哎呦 还得是我师父 那行了吧 他在里头跪着还不如在外头站着呢 还舔个脸书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怎么跟你师爷说话啊 你说的徒弟怎么说话呢 就是啊 怎么说 不是师父那进去跪着去 确实不露脸呢 啊 刚刚我错的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啊 反面教材 为了就是考验你们两个 恭喜你们 你们通过考验了 今天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就交给你们终极大招 终极大招 啊 看好啊 师父叫我 哎 你这钱怎么还不 媳妇啊 刚刚那两百块钱我找到了 我掉门口了 找到了我就不生气了 那你进来吧 我等会进去 我在门口啊 我碰见俩邻居 我跟他聊一会儿再进去行吗 别表怜 快来来 一会儿就进去 哎 我把门给你带上啊 呀 什么呀 啊 刚刚我是不是能进去啊 我是不是不进去出来了啊 你还怀疑你师爷我的能力不 不怀疑了 哎 师爷呢你这一次两百一次两百 你这花销挺大的 哎呀 现在咱整两口啊 来 整着 今天特别的高兴啊 咱们祖孙三代喝一个 来 来 来 师爷 哎呀 哎 师爷 我还有个小问题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在家里边 把我媳妇训得服服帖帖的 让我媳妇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有这种可能吗 惭愧呀 啊 这就是我资质浅的地方 我呀 也就学会我师父的三成 也就三成功力 孩子 这辈子你要有幸能看见我师父 他师爷你师祖 他老人家 那 哎 看不见喽 看不见喽 走喽 什么走喽 走喽 我师父他老人家 那武功是高深莫测 现在呀 肯定在家 让我师娘能伺候着 那是舒舒服服的 不能跟咱们这帮做小的 在这楼道里 浪迹天涯 哎呦 哎呦 我的妈呀 这个声音 这哪道师啊 这哪道师 这是我的爱师啊 师父 师爷 师祖 我本来都已经睡着了 就听你们几个臭小子 在这个楼道里 嘀嘀喳喳 嘀嘀喳 别说 还勾起了我很多当年在楼道里 嘶嘀风云的回忆 我来说看看孩子们 师父 好几年了我都没见到你了 我太激动了 孩子 孩子 有什么话 快问你师祖呀 快问他 师祖 我就有一个小问题 我什么时候能在家里边 把我媳妇训的那是 不切切的 让他给我凑得舒服服的 哎 师爷您看我有这资质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啊 师祖我领悟了一辈子 终于让我给窗透了 这件事啊 跟资质毫无关系 啊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等你们媳妇什么时候把你们推大蛇了 就真正做到如鱼得水了 来 咱着师祖浪尽天涯 媳妇 媳妇 我错了 我再也不藏钱了 媳妇 再也不藏钱了 这几个臭小子 我要不用这招 还不回去认错呢 那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 首先呢 得争吵 其实 在家想做到如鱼得水